信耶稣是一个生命更新的经历 不只是一天 从信的那一天开始继续更新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接续昨天 关于要更新生命的主题 更深入的来思考 今天我们的经文稍微长一点 要从哥罗西书第三章 七到十一节一起来思想 先我们读一读这段经文 当你们在这些世上活着的时候 也曾这样行过 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 以及老恨、愤怒、恶毒、毁谤 并口中污秽的言语 不要彼此说谎 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 穿上了新人 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 正如造他主的形象 十一节说 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谷提人、为炉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 这段经文说什么呢? 不过,现在新的耶稣 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形态用两个圆圈来画出来的话 信耶稣之前就只有一个圆圈 这个圆圈就是旧人的生命了 但是信耶稣之后呢 因为基督的新生命已经在这个人的生命里面 于是他的生命就多了一重新生命了 就叫做新人 不过旧人仍然在啊 新人加上去 好像穿上新人了 正如这里说的 于是新旧之间就产生一个生命层次的落差 那在这个落差出现的时候怎么办呢? 圣经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这里叫做弃绝 还记得昨天的主题吗? 昨天告诉我们要治死 就是治之死地 今天不只是治死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要弃绝 那就是拒绝这种旧的生命表现 也就让新的生命越来越多的掌控在旧的生命里面 那我们刚刚说用两个圈来表示的话呢 那么这个新生命这个圈就与旧生命重叠 不只重叠 我们希望这个重叠的越来越多 让旧的生命表现慢慢消失在新生命里面 那么就把旧生命的那种这里所提的举例的这种不讨神喜悦的表现就弃绝了 弃绝不是靠修身养性 这里提得很清楚 是生命的取代或者说生命的更新 穿上新的生命 于是旧的生命慢慢就褪色 慢慢淡化 慢慢取代 整个过程就是弃绝旧的生命 后面那个段落就告诉我们这种生命的表现 不分犹太人或外人 不分种族 不分地区 不分高低的智慧 不分社会的阶级 因为那是人性的共通 不管我们是怎么样的人 血统也好 民族性也好 文化的高低也好 工作地位的高低也好 人性的共通性 就是这两个圈圈所描述的 新人 基督生命这个圈 旧人 老我 旧生命这个圈 这两个圈信耶稣之后 就开始看见新生命要胜过旧的生命 于是在全新依靠主的生命表现中 我们可以经历旧人渐渐褪去 旧的生命素质被新生命所掌控 弃绝 于是我们就越活越经历基督的丰盛 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 当年如此 今天末世的新约的教会 你跟我也是如此 经历新人和旧人 生命品质的落差 于是新生命要取代了旧的生命表现 让主带领我们 今天再多一点 再深一层 经历新生命 在我们这个旧人中掌权 愿主祝福你 平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